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MBA等课程的官员同学 之所以退学是因为之前中组部发文 严禁领导干部参加高收费的培训项目 禁令一下自然有了个小小的退学潮 为何要发这样的禁令 听听几个人的说法 某高校后EMBA班招生班的老师说 如果能推荐三名企业家学员 官员的60多万元学费就可以免 而明格广东省委委员何杰调查发现 事实上官员自己承担学费就读EMBA的几乎没有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李承言指出 官员请客企业买单的现象不少 官员的学费分摊给了企业家 吸引官员参加 也便于企业家攀附官员 听明白为何下禁令了吧 因为这种学习就可能助长官商勾结的不正之风 但愿另行禁止 但也要防范换种方式卷土重来 好了 接下来共同走进本周 本周来自国务院常务会议的两个政策消息备受关注 针对扶持小微企业发展 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这次会议做出一系列具体部署 其中特别加大了对于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的扶持 帮助他们在公平竞争中 活激壮大 具体措施包括加快清理不必要的政兆资质审批 降门槛除障碍 此外 月销售额在三万元以下的企业都将暂免征税 此外 这次会议的另一个亮点是 要全面建立临时救助制度 对遭遇突发事件意外伤害 重大疾病 或其他特殊原因导致生活陷入困境 其他社会救助暂时无法覆盖 或救助之后基本生活仍有严重困难的家庭或个人 给予应急过渡性救助 做到兜底线救急难 填补社会救助体系的缺项 周一 在菲律宾遭遇枪击的中国公民林某英 抢救无效不幸死亡 两天之前 他正在菲律宾北部 梅卡瓦园市的一个五金店内工作 突然 一名枪手在店门口对其射击 林某当场头部重担 这已经是五天之内第三名中国人 在菲律宾遇险 9月8号 一名中国公民在菲律宾大马尼拉地区 遭两名菲律宾警察跨省绑架 趁绑架者熟睡时幸运得得以逃生 11号晚 一名中国公民在非南部三宝岩西部盖省 遭不明身份的武装人员绑架 如今仍下落不明 马尼拉地区警署最新数据显示 今年前八个月 菲律宾全国已发生33宗绑架案 其中超过半数受害者 是华侨华人 针对如此频繁涉及中国公民的绑架枪击案 中方表示严重关切 我驻菲律宾使馆多次向菲律宾警方提出交涉 要求尽快破案 缉拿并严惩凶手 同时 要求菲方采取有效措施 切实保障在飞中国机构和公民的安全 而在国内 外交部国家旅游局也接连多次发出 中国公民败物前往菲律宾的安全警示 大量旅行社紧急下架菲律宾旅行线路 并组织在飞境内的游客陆续返回 三十亿元 这是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向世界药业巨头 葛兰素史克中国公司判处的罚金数额 也是迄今为止中国开出的最大罚单 在巨额罚单之外 该公司前中国区主管马克瑞党被告人 获刑两到三年 如此判罚是因为葛兰素史克中国公司被认定 为谋取不正当利益 给予非国家工作人员财务 构成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 还有十天就到了十一黄金周 往年一到这个时候 就该到了全国假日办十分忙碌的时刻 然而今年他不用忙了 因为全国假日办被撤销了 改变成更大规模的旅游工作 布计联席会议制度 假日二字取消 单纯旅游二字凸显出来 它意味着什么 一瞬间这条新闻就成了全社会高度关注的话题 想想也是 就拿马上要来的国庆长假说吧 七天假期 预计将有七亿人次出行 相当于中国人口的一半 这绝对是继春运之后 中国又一个独特的人口大迁徙景观 当然 这也说明中国人对旅游休假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 需求越来越大 那么这次假日办取消 背后透露着怎样的改革信息 我们今后的出行会有什么样的路线图 好了 新闻周刊本周试点 关注 假日办没了 假日怎么办 都没票了 小关呢 到小关 也都没票了 衡阳 再一个衡阳 也没有 这么奇怪 都是差不多一个地方 所以都没有了 十一黄金周即将到来 出游的人们进入了最后的行程计划阶段 首先要面对的就是抢票大战了 广州的陆先生 为了买到一张10月1号去湖南的火车票 试过了网上抢票和电话预定 但都败下阵来 他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9月12号的现场售票上 铁路售票网站显示 距离黄金周还有半个多月 但10月1号当天 所有车次的车票在开售几分钟内 已经被秒杀一空 黄金周如此强势登陆 似乎也在预示着 今年这个国庆节 在路上的人们恐怕依然不会轻松 2008年以后 两个长的三个短的这样一个假期 假期的一个安排 应该说占到了全年的旅游的期待量 意思是在25%左右这样一个比例 所以时间上是非常轻松的 以道路的交通的拥堵 再加上一些旅游发展 初期期间有一些品质方面的问题 导致了我们广大的游客 总归需要一处 对象 所以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 的假日办也承担了被广大游客 特别是网友吐槽的一个对象 假期乱 路上堵 景区柜 服务差 每年黄金周都会引发吐槽 矛头多指向 全国假日旅游部计协调会议办公室 即俗称的全国假日办 14年前 随着全国假日办这个机构的设立 中国人拥有了一个 一下子能休息七天的假期 黄金周 而14年过去 惊喜之情变成了又爱又恨 经历了史上最折腾假期 挤掉双休日 拼凑小长假 除夕不放假等一系列举措后 假期安排引发的争议 达到了顶峰 从1999年黄金周开始 假日办就伴随着中国旅游业 走过了14年的历程 在发布旅游信息 引导游客流动 协调旅游交通 保障游客安全 以及特别是图书游客处理方面 应该说做了大量工作 但是我们也注意到 这个随着中国国民大众旅游的新期 特别是这个国民休闲的新期 越来越多的游客 在具体安排自己的行政当中 希望能够自己来做足 就在离今年十一黄金周 还有两个星期之际 中国政府网发布消息称 国务院已批准建立 国务院旅游工作 布计联席会议制度 9月15号起 全国假日办正式结束了它的使命 其全部职能并入新设机构之中 成员单位 由18个部门 扩制28个部门 由管理假日旅游 扩展到整个旅游产业 全国意味着 它的牵头人召集人 是国务院的副秘书长级别 来进行牵头召集 而冠以国务院的名称 它必须由国务院的领导同志 来担任总召集人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 意味着国家对这样一个 协调机制的战略摆位提高了 新成立的国务院旅游工作 部计联席会议成员 包括国务院的28个部门 其中既有与旅游产业直接相关的部门 如交通运输部 铁路局 也有旅游产业支撑部门 如文化部 食药监总局等 更纳入了一些新部门 比如扶贫办 外交部 教育部 甚至还包括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有评论这样形容假日办的意义 除了每年放假安排 脱费周折 忍受批评之外 全国假日办最大的贡献 就是引起了整个社会 对休假权的认知 我们的假期 能不能更人性 更合理 更自主 这既是公众更高的期望与诉求 也是新成立的联席会议 需要回答的问题 假日与休闲时光的增多 绝对是一个国家和社会进步的标志 想想看 我们是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 才由一周工作6天 休息一天 变成一周工作5天 休息两天 双休日的概念也才真正出现 而从1999年起 在双休日的基础上 又诞生了黄金周的概念 黄金周意味着 中国人的休闲生活 由休息向休假旅游的方向转变 待在家里休息的做法 慢慢被有时间就走出家门 或远或近的休闲 这样的新概念所替代 当然 中国人也对这样的走出去 经历了从最初的好奇心 到怨生载道吐槽的方向转变 这十几年中 应运而生的假日伴 恰恰成为这种转变的参与者和见证者 在过去的15年里 黄金周的人头传动 早已是大家熟知的一道 另类风景线 或许你早已厌倦这种拥挤 但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 这显然是能让生活中 出现一些改变的时间 我觉得黄金周算是一个破冰 让我们以前的遭就完我的生活 其实真的多出一些闲暇的时光 因为我们可以属于我们自己 我们可以整块地去规划 黄金周长假制度 起始于1999年9月18号 国务院公布了新的全国年节 及纪念日放假办法 距离每年的春节 五一十一各放假三天 当年十一 众多省市上调下移两个双休日 与十一形成七天长假 从而有了第一个黄金周 景区一下子就人特别特别多 我们其实到现在 大家好像已经熟悉了 就是每到国庆的时候 看那个万里长城永不倒 全是就是真的是人潮传动 那大家基本上是以这种猜旅 为特点的这种旅行 比如说是旅行目的地 大多是像西安 上海 北京 这种可能就是 有这种地标性质的目的地 比如说像天安门 像外摊 当中国人第一次 从工作中抬起头 能有时间去到千里之外的城市时 人们所抱持的那种热情 如今可以很自然地 从影像中感受到 但从国家的角度来说 设立这样的假期 初中其实是期望 国内消费拉动经济 以此抵御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 所带来的影响 换句话说 国内的旅游业 交通业 甚至是商业 从硬件到软件 并没有做好 应对这种热情的准备 用户需求过度集中的释放 所以说导致就是说 我们很多的基础配套设施 跟不上 比如说是我们的交通 我们的餐饮 面对最基本的就是 旅行中的一些安全的一些问题 其实都会出现大量的这种 之后面对这种突发性的 这种集中式的这种市场需求 大量的就是公平求 你甚至就是说是 在你用餐的时刻 你找到一个就是空的一个 一个餐位都非常非常困难 每到一处看到的都是人 而不是风景 每到一处吃喝玩乐 都是一场资源争夺战 令人期待的黄金周 似乎在这种拥挤中 慢慢耗尽了人们的热情 所以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 我们的假日版 也承担了被广大游客 特别是网友吐槽的一个对象 那我们理解为是一种 需要找一个 这个情绪的一个发泄口吧 一个情绪性的表达 但不管怎么说 我们想象一下 如果没有假日版 我们的旅游情况会怎么样 可能会更加无需 这个游客的选行 可能更加没有得到有效的方法 是继续忍受拥挤和争抢 还是躲在家里图个清静 当黄金周 让越来越多的人 感觉像跟鸡肋时 2007年两会上 一份要求取消黄金周的 假日改革提案 显然又是把这种争议 推到了顶点 而当这份提案 大部分内容被采纳 甚至2008年 五一黄金周也被取消时 提案发起人蔡继明教授 所看重的落实带薪休假制度 却似乎并没有得到有效推进 在最近的一份媒体调查中显示 只有不到三成的上班族 可以享受带薪休假 本来用于节庆 和就是正常公休的一些假期 然后挪作了旅游 其实每一个时间 它的安排都应该有 它那个特殊的一个用途 比如说是用于节气的 那就是应该用来传承我们的传统文化 更多的假日的这个时间的安排来说的话 才是应该属于大家去规划自己 休休闲和度假 这样的一些一些时间 就在今年两会期间 腾讯网的一份调查吸引了三万多名网友参与 数据显示 超过八成的人希望恢复五一七天长假 而多数人的理由是 带薪休假制度落实不到位 那某种程度上说 我觉得假日办的设立 为整个中国的旅游这个行业 其实给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催化剂 让我们越来越多的把时间放到 关了自己的旅行消费这个事情上面 但是我觉得假日办可能到今天的情况来看的话 他其实也该他退下历史舞台的这个时间了 因为毕竟旅行还是一个个性化的事情 其实我们应该更多的鼓励 就是说是大家能更关注自己的生活 能更关注自己就是更好的这个生活品质 而不是我们那个整齐画一的 然后去度过某一个七天或某一个十天 黄金周的概念运行一些年后 人们对他的态度变得极其复杂 有吧 处处是烦恼 路上赌 门票贵 形成类 赌 贵 类成了黄金周的代表 可没有吧 又万万不能 一家人难得在黄金周可以名正言顺 步调一致的共同出行 对于中国这样极度重视家庭的人群来说 这一点非常重要 但是没有 万万不可能 有 却赌 却累 却贵 也正在清晰地反映着一个问题 一直应该存在并被提倡的代薪休假 看上去很美 可现实中却很难实施 所谓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然而今年国务院层面再次相当高调地 重视起代薪休假制度 也许这种高调的高度重视 就是代薪休假在全国落地生根的转折点 将女性产假延长至三年 由财政或社保提供津贴 北京市人大代表王佑军 近日提交的一份建议 遭遇公众热议 有的妈妈是很赞成的 因为她想多不陪陪孩子 但是也有妈妈就在想 那三年以后我该怎么办 我是不是还能重返职场 然后我还能不能适应这种工作状态 这是一份老的人力工作者寄来的信 她看到相关的报道以后给我写的信 她特别提到说 现在我国的妇女太累了 作为一家民营企业的负责人 王佑军并没有想到 一份提议之后 叫好和质疑之声朝涌而来 因为我们公司大概有一半的员工是女性 最近这些年 他们纷纷进入生育时段 在生完孩子以后 北京这个特大城市的情况下 他们照顾孩子是很困难的 我这个建议本身就来自于我们的很多女员工的想法 就是来上班的时候就觉得 看她那个熬带步的样子 她就觉得特别可怜 下了班以后会觉得特别的筋疲累 这种感觉 尤其晚上的时候还要晚起起来那个照顾宝宝 和郭枣霞一样 很多奔波于职场和家庭的妈妈都有相同的困扰 他们希望拥有更长一点的假期 目前王佑军产假研制三年的建议 已经得到了北京市复联的回复 对方称不能解决 需要协调其他部门 产假休多久更合理 各方还存在争议 但公众的休假权利正在引发越来越多关注 而带薪休假如何更好得到制度保障 也开始频频进入代表委员的议案提案 我们的价值总量实际上已经处于全球的平均水平 但是如果一算上带薪休假的话 就跟国际欧美发达国家差别就比较远了 2008年中国开始施行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 然而这千呼万唤终于出台的带薪休假制度 在实际执行中情况却并不乐观 人设部曾有一项调查显示 目前带薪休假落实率仅为50% 落实较好的集中在机关事业单位 大型国企外企 而一些民企中小企业落实相对较差 劳动法律师沈宾辟 曾帮助很多人代理过带薪休假的侵权赔偿 但他发现很少有人就带薪休假单独提出诉讼 根据2008年施行的带薪休假条例 这位年薪50万的中高层管理人员最终通过法律手段 获得超过21万元的赔偿 沈宾替律师发现 多数劳动者对带薪休假支支甚少 而休假权受侵害越严重的群体 越显有通过法律主张权利 是一个搬运工 2013年因为公司和他发生解除纠纷 他寻求法律帮助到我们这儿 就是问他有没有修过带薪年假 他的答案是说 他不知道还可以修带薪年假 有的人认为可能是一项福利 我最继承的劳动者 我没有权利享受这个 北京市一中院去年发布的一份调研结果称 在近年受理的带薪休假侵权案件中 职工索赔胜诉率超过九成 但相对于休假权侵害的普遍 真正诉诸法律的毕竟只是极少数 咱们国家的带薪年假实施的时间不长 不像国外有很多年的历史了 已经深入人心 是一项基本的权利 是神圣不得侵犯 还是要宣传 然后把带薪年休假条例 深入人心 就让每一个劳动者都知道 这是你的法定权利 也有评论认为 职工的弱势地位 以及执法监督和处罚力度的不足 导致带薪休假难以落实 在我国去年出台的 国民旅游休闲纲要中 确立了带薪休假到2020年 基本落实的时间表 而在本周 当运行14年的假日办撤销之后 如何重新理解假日 如何切实保障 每一个劳动者 都应拥有的休假权利 也许都是需要重新思考的问题 本周在人们谈论着 假日办取消和公共假日休闲 未来的时候 恰恰在马尔代夫访问的 习近平主席也谈到了旅游 他在下榻饭店 会见中资机构和华侨华人代表时 一席话引发全场一片笑声 他说 要教育我们的公民到海外旅游 讲文明 矿泉水瓶子不要乱扔 不要去破坏人家的珊瑚礁 少吃方便面 多吃当地的海鲜 一想也是 如今中国每年出境游的人次 已经超过一个亿 如果做不到文明出游 各国面对中国游客 恐怕就是收钱的时候对着你笑 你一转身就用手指头戳你 当然 相比这一亿人次的出境游客来说 对于更多的中国人来说 马尔大夫等地还是一个梦 他们更需要在身边的生活中休息和休假 他们的权利被真正的尊重和保护 少一些无休止的加班 让农民工朋友不至于一年 只有在春节时才能休息几天 这才是我们更加期待的改变 四枚冷重胚胎交由双方父母共同监管和处置 周三 江苏宜兴留审两家的四位尸毒老人 终于等到了来之不易的判决 两个独生儿女的结合 曾让他们有着美满的生活 但一场车祸 却让年轻的夫妻突然离世 只留下双方父母和四枚尚未移植的受惊胚胎 在老人们眼中 这胚胎已是仅存的寄托和希望 然而由于目前能让胚胎存活的唯一途径只有代孕 法律对此明令禁止 面对受惊胚胎不能继承的一审判定 老人们难以承受 而如今可以共同监管处置的二审判决 或许终能让他们的内心稍有平复 对此主审法官的一番表述令人深思 白发人送黑发人 乃人生至卑之事 更何况暮年聚丧独子独女 涉案胚胎 由双方父母监管和处置 既合乎人伦 亦可适度减轻其丧子失女之痛楚 但如何处置 还需遵守法律 不得违背公序良俗 在黑龙江省伊兰县高级中学 当得知只有自己班的学生 在教师节对各科老师们毫无表示时 认为丢了面子的班主任冯群超 没能控制好情绪 在课堂上就开始了一番侮辱谩骂 似乎明白了学校里不送礼才是失礼 冯老师的怒气有情可原 学生们只好在现场凑了几百元 为老师们补送了礼物 事后虽然及时知错的冯老师当天就道了歉 但失态的录音已被曝光 自己也因此丢了教师的资格 而出人意料的是 全班同学竟集体签名 希望能把自己的班主任留下来 或许此刻冯老师才明白 什么还该是老师的面子 煎炸用油黑得像酱油 过期原料长充大米也照用不误 一个多月前 在一家沃尔玛店熟食部工作了多年的胡先生 将此前偷拍到的视频公开 并实名举报 可如今还没等到满意的调查结果 他却先收到了沃尔玛的解聘书 虽然这个结果并不意外 但让他困惑的是 不少本有聘用异象的公司 在得知他的举报人身份后 也都开始进而远之 虽然沃尔玛方面声称 对他的解聘是因为严重违反公司规章 给公司造成重大损害 与举报无关 但在不少人眼里 这本是维护公众利益的揭黑之举 似乎成了违反企业家规的内鬼行为 如今查实举报内容的真实与否 只是时间问题 然而胡先生所陷入的举报窘境 何时才能摆脱 如果有人在地铁上吐得一塌糊涂 留下一笔污秽 你会怎么做 几天前 当这一幕出现在沈阳地铁上时 一个穿校服 被双肩背的男孩 非但没有捂着鼻子走开 反而走上前蹲下身 从本子上撕下白纸 一点一点地清理起来 很快 这一张被描述为 让人扪心自问的照片在网络上火了 也让童泽中学刚上高三的孙冠儒成了焦点 面对蜂拥而至的媒体 这个被赞为地铁好少年的17岁大男孩 显得有点不自在 他觉得 这不过是个平常事 不值得关注 如果非要问为什么这么做 孙冠儒更想把他归结为 自己是个金牛做暖男 那一刻 他只是挺心疼 那个喝醉后狂吐的姐姐 也很理解宝洁阿姨的辛苦 生活中到处都充满着矛盾 比如得与失 但是两者之间也会互相转化 年轻夫妻不幸车祸离世 两家父母痛失子女 然而绝望中又一个希望开始诞生 小夫妻在医院留下的冷冻胚胎 是否可以让双方父母监管处置 历经波折 法律终于授权 这是一个失去子女后一个温暖的得道 该感谢有温度的法律 而作为教师 为了得到礼物而发飙 最后失去了形象和职业尊严不值 好了 走进新闻周刊选出的本周人物 一场持续三年的对峙 双方得到了什么 而又失去了什么 看着眼前这个小伙 大概很少有人能相信 他才只有25岁 他就是被称为 丽江最牛丁子户的和鹏 从2011年5月26号 丽江古城区政府对拆迁户下发房屋征收决定算起 他当了1206天的丁子户 一开始有没有想过这个拆迁会耗费那么长时间 2011年5月26号 因为要修建大理至丽江的高速公路 丽江古城区政府对拆迁户下发房屋征收决定 但是由于在拆迁赔偿上存在比较大的分歧 和鹏家和旁边的老胡家一直没有签拆迁协议 成为了丁子户 那一年和鹏刚刚22岁 政府选择的是一次性货币补偿 然后我们的话是想要一块地重新建房 而且它那个补偿标准也比较低 自己的权利要自己维护 是不是 自己的家业也要靠自己去传承 反正自己的东西自己保卫 这是天经地义的 因为这房子是去世的爸爸一手建起来的 兄弟俩更为珍惜 为了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 何鹏一家一边和政府谈 一边诉至法院 2011年底 法院做出判决 没有支持他们的诉讼请求 补偿的金额仍然维持在120万元 不再另外补偿土地 反正就是不合理 我们不合理我们就不签 那些最简单的事情 合理我们就签 和一些地方拆迁中 与钉子户产生激烈对抗不同 在何鹏家 一千两百多天当钉子户的日子里 他们和政府之间 没发生过直接冲突 虽然双方会冷战 但丽江有关部门一直保持冷静 只是定期来给他们做思想工作 我们前前后后 给他们进行协商谈判 应该说一百多次 但是由于在与我们的拆迁的标准 与我们的农户的期望时 有一定的差距 所以一直没能达成一致的意见 和鹏说 一千两百多天里工作人员 换了好几拨 他们也知道工作人员不容易 然而和鹏说 他们来只能讲讲道理 并不能对赔偿条件有什么决策权 所以一直没有进展 法院继续宣判 严格的说 可以通过依法的程序 进行拆迁 但是呢 我们更多的考虑到 我们群众的这个意愿 既然是我们还没有做通 老百姓的工作 我们内口 这个项目 慢一点 自从当了钉子户 和鹏就放弃了原本开旅游车的工作 和哥哥轮流看家护院 这也完全改变了他的生活 每天那个早上 日本都在睡觉 然后起来了 吃个饭 一直在电脑里 做到晚饭吃饭 然后吃完饭 继续做 做到凌晨两三点三四 我再醒了 我去睡觉 我已经可能将近三年 一天没走过一百年 原本跑旅游 喜欢和人交往的和鹏 在这三年里 变成了一个标准的宅男 由于和周围村民的关系 让和鹏 更是能不出门就不出门 这种生活 不仅让这个一米七八的小伙 体重从三年前的一百三十多斤 长到了一百九十多斤 而且头上过早的出现了白发 不仅是和鹏不愿出门 和鹏的妈妈和哥哥 也都是能不出门就不出门 因为急切的村民 不止一次的找上门来 虽然政府宁愿把工期拖一下 尽量用做工作的方式来解决 但是高速公路一直修不好 附近的村民开始坐不住了 最大的小时 对村民的利益受许 就受许去了 就是那个房子止不止去 路走不走 条条动车 对呀 全都意见很大 我们与政府之间三谈的时间 也拉得比较长 然后就可能有意的影响他们 这有些事情 他们想不通 或者有什么这样那样的 是很正常的 对村民的不满 和鹏虽然表示理解 但他认为 这关系到他们一家最切身的利益 不能不坚持 然而 他们最担心的事情 还是发生了 今年7月12号 另一家丁子库 隔壁老胡家 被村民们动手拆了 虽然和鹏家没有被拆 但是情绪激动的村民 动手切断了他家的水和电 他拆他家的以前 我过一天 像是过一个月一样的 然后他家拆了以后 平水平电了以后 那就是度日春年 断了水和电 和鹏一家的生活乱了套 在被断水断电的第二天 当地政府有关部门 就给和鹏家送来了几大桶 纯净水和蜡烛 在感动之余 和鹏意识到 这样没水没电的日子 将会持续下去 我俩生日都无论 这只是停一两天 两三天的时候 隔壁邻居的房子 被村民拆除后 和鹏家成了唯一的盯着户了 对于和鹏的母亲来说 更为忧心的是 如果这样的生活 一直持续 对两个儿子的影响更大了 在过了63天 没水没电的生活后 9月12号 和鹏一家和政府签了拆迁协议 9月13号 施工人员就开始进行拆除 预计再过一个月左右 拖延了近一年的 大力高速延伸线 红文市场段 可实现全线贯通 也不能说很轻松 反正这个事情本来拉得比较长 然后自己 这个事情终于画句号了 然后自己也就 没以前那么多的心理负担 和鹏说 虽然补偿比最初的条件要好一些 但是他们一家并不满意 无论如何协议签了 他们终于结束了 磨人的钉字户生活 这几天 和鹏一家一直忙着搬家 长期缺乏锻炼的他 觉得很累 但是这种身体的累 与之前的心累比起来 根本不算什么 成长之中会遇到这种那种 各种挫作 可能说我这个比较特殊 现在好了 事情解决了 先把曾经的生活还原 然后再做下一步打算 表面上看 政府有关部门 与和鹏一家都不是赢家 政府有关部门的相关建设项目 失去了效益 而和鹏一家 失去了三年的美好时光 陷入焦虑争执和烦恼中 但是 有关部门没有强拆 守住了底线 而和鹏一家失去了三年 也是自己自愿的选择 他们也不该有太多的抱怨 在这个过程中 赢家是法律 而这才是我们最想要的收获 本周一组图片 很是吸引了众人的关注 92岁的吴良庸院士 在台上做讲座 台下的大学生睡到一片 于是对大学生一片责骂声 还有人去调查 吴院士都讲了什么 是不是不太吸引大学生 其实这种 以讲的有用还是没用 寻找原因的思路 陷入到了另一种怪圈之中 或许我们应该换一个角度 大学生们睡觉 不一定是什么大的过错 但却是令人遗憾的错过 像吴良庸院士 这样的大师不多了 有机会与大师面对面 还能听老人家讲一些东西 是人生中难得的经历 讲什么也许不是最重要的 感受与心生尊敬 并且亲身体验 却是看似无用 却有大用的收获 很多年后突然想起 当初曾与吴大师面对面过 可他什么样 又讲了一些什么 因为自己当初睡着了 已经全然想不起来 这该是怎样的一种遗憾呢 有时无用为大用 光盯着有用 会错过太多 有更大价值的东西 好了 接下来看看本周 还有其他什么特写 北京烟袋行街 瓦片屋顶木头梁子 青石路面 熙熙攘攘的游客穿梭起肩 拍照买纪念品 他们远道而来 寻找着老北京 而就在拐角的胡同里 还有一些人却在告别着老北京 人们口中说的是一间名为 新元玉池的百年老澡堂 这个澡堂早在光绪年间 就开在这条胡同里了 这老店你知道吗 是李莲英的意思 就是杨子开的 李莲英给的钱 我今天七十了 洗多少年了 对了 几十年 他这个 我小儿子洗 哦 青桃的时候这就有了 对 是 青桃的时候有了 最近这家百年老字号的 玉池贴出通告 因经营成本上升 玉池经营情况每况愈下 九月二十号就要关闭了 得知消息后 很多老街坊都赶到这里 泡上最后一次澡 还要请商店里的张师傅 修最后一次脚 澡堂停业后 张师傅也就要离开了 张师傅在新元玉池已经干了三十多年 对他来说 离开了澡堂 不只是离开了这里 香蕉多年的朋友 还有澡堂里泡着的 大半辈子的回忆 如今张师傅记忆中的澡堂子 已经逐渐退去了原有的样貌 但怕这里早已当作 自己生活一部分的老本睛呢 却始终记得 进门时那一句熟悉的邀请 记得泡在池子里 与街坊邻居闲聊时的 门门经外 你一出来 热毛巾 热毛巾 热汤的 宽敞 你把脸擦着涂气 擦着你 不出 你想洗衣服 来来来 你把衣服一换 他不够公主啊 对 你洗澡 回来说你 你给他命责 对对对 我还没多 这服务菜股 服务纸呀 都是相当好 这大部分都怀念 这点原来都是洗澡堂子 最老最老的那老店 有床 有茶匙 喝茶 就都是喝茶的 都是板结老店 这90年代了 大厂子 你老早堂子了 那北京市都没有了 那这一个了 有感情了 你修脚 都突然拿着修不好 都躺着修得好 还不疼 还不流血 老太太今年83岁 在这个胡同里住了一辈子 也在这个早堂子里 洗了一辈子 昨天亚运会开幕 虽然亚运会不会再像以往那样引发广泛的关注 但依然会在下周的媒体当中占据很多的版面 不过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 不像以往那么多的看亚运 可不意味着我们要远离体育 今秋时节绝对是锻炼的好时光 但让更多的中国人能迈开腿 管住嘴 多运动 让自己更开心和更健康 像选手一样去参加我们自己的运动会 好了 下周的事 咱们下周再聊新周刊 祝您周末愉快